原标题湖南卫视最差主持人比起无心 更令人心疼的是维加说起湖南卫视的主持人不在少数 而人气比较高的便是快乐家族与天天兄弟无心 总说自己是最差的主持人 其实比起无心更令人心疼的是他 无心在我家那闺女节目中谈到自己曾在跨年晚会上被拿掉节目的经历 他表示当时所有主持人的节目里唯独删除了他的节目 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他曾不断和自己较劲 觉得自己就是最差的那个主持人 当所有人都在心疼无心的时候 却发现加哥流下了泪水 他不仅仅是心疼 还有感同身受 毕竟维加与无心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然而维加是个大男人 他不能用哭文来解决问题 只能自己慢慢承受 快乐大本营最开始的那几年维加 一直都在跑外景 比起坐在棚里的何老师 维加要辛苦得多 后来快问有了起色 加上谢娜的到来为家 便成为了第三 其实他主持的经历 并不逊于何酒奈何观众心中 只有何酒的位置并没有为家 因而 他就成为了所谓的陪衬和老师就场的实力观众 是有目共睹的 他肯定不会成为最差的主持人汪函寒 更不用说了 无论主持什么节目游刃有余 让人挑不出毛病 反而是谢娜谢娜 除了在快乐大本营 能发挥自己的实力 好像并不能独当一面 就像此前在跨年晚会上 谢娜频繁强话 还过于兴奋导致被网友吐槽 其实在这种大型晚会上 谢娜是上不了台面的 要是没有何老师的谢娜 真不知道 他应该怎么办 毕竟这不是快乐大本营 开玩笑也是要分场合的合酒 能够在冷静的同时又搞笑 而谢娜却在搞笑的时候 听不下来了 维加与吴欣还有海涛 像是同一份战线的人 م robust化标准处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